我们准备要来讨论关于营养学考试前所需要知道的一些重点 那在一开始想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就是我等一下会分享的是根据这几年问答题的一个趋势 那我认为接下来要准备不代表说其他都不用读 或是只会考这一些 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关于说我们身体水分平衡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啦 首先大家可以去思考是关于说 我们到底身体里面口渴的时候呢 要怎么去达成所谓的平衡 那常常我会认为啦 我们在讨论平衡的时候 你要给他一个开头 也就是说我一定会有一个严重缺乏不足 或是需要被平衡的一个状态 我们比较好去做后面的一个拟答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从口渴或是所谓的水分缺乏开始来写起 那当我们身体水分的口渴缺乏的时候 其实大家要去注意哦 要去我们探讨到说我们身体里面细胞外溢啊 细胞内溢 特别是在这个细胞外溢的钠离子 会因为所谓的体液的一个缺乏 水分的一个缺乏 其实浓度相对会有增加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浓度增加的状况 身体常常会去达到所谓的一个什么平衡 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启动一些特殊的机制 让我们这个钠的一个浓度啊 来达到所谓的一个平衡 好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来刺激所谓的渗透压感应器 有点像是一个公司他在管理 要因应一些对策的那个主角 也就是说夏氏秋的一个特殊神经细胞 那这个时候呢 刺激渗透压感应器以后 他就会让我们脑下垂体后液 分泌所谓的抗力尿激素 又称为ADH 好 这个抗力尿激素呢 他做什么事情 势必是要来调节身体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嘛 所以呢 他作用的一个目标 器官在肾脏 然后呢 会让我们的远端肾小管 对水的通透性怎么样增加 对水的通透性增加的时候 其实会有更多更多的水分 可以被保留住 而且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不要一直流失出去 因为已经在口渴了嘛 这个时候 我们的大量的血量就会上升 我们的渗透压下降 相对的嘛 这边 跟这边 我们的渗透压的下降 那这是我们透过ADH 来调整水分平衡的一个状况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哦 除了这样的一个路径以外 其实啊 我们身体口渴的时候 自己可以想想自己身体 最直接的就是去喝水 他其实也会去喝水 喝水以后呢 那一样我们会有水量增加 整个身体要下降的状况 也可以去达水所谓的平衡 那像这样的一个回答模式 是可以用画图的OK 或是你要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 其实都可以的哦 好 那 水分平衡相关的一个主题哦 他有可能用体力平衡 或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纳甲平衡 纳甲平衡的时候 大家要不要帮我注意的是关于这个ACE啊 好 血管症素素1号 血管症素素2号 好 那 除了直接就是讲所谓的口渴啊 体力缺乏啊 他其实也可以利用一些文字 像调控细胞外液 渗透压 维持血分平衡 那大家不要用 不要背说不同的 呃 问题的方式 然后就吓到 其实他是考一样的东西了 好 下一个呢 是想跟大家讨论关于这个 膳食纤维的一个问答题准备 好 膳食纤维其实是因为啊 我们因应DRS-D8版 我们其实做了一些 呃 改变 好 关于健义量的部分有做改变 那在这里面 其实在膳食纤维 我们也特别有用 呃 一个 就是把它放进DRS-D8版 除此之外就是 呃 还有因为AMDR的一个糖类 相关的一个呃 产生 所以呢 我们特别要注重这里的问题 那这边要提醒同学哦 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到所谓的问答题的时候 就会把答案 跟他问的问题兜不起来 什么意思 他可能问了三四个问题 但我们可能回答一两个 好 所以特别注意考试的时候 像这边这个题目 他是说 肠道疾病 所以你要有一个回答 是关于肠道疾病 以及 大一些性疾病 至少要有两个 才会去回答那后问题哦 好 那这边呢 一样跟刚一样 平衡 或者是说 影响 你可以给他设一个前提 你比较好做你的 所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膳食纤维摄取不足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可是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同时 我们会探讨 到书跟平常 呃 状况一样 我们可能在整个饮食上 那 食物摄取量是增加的 好 纤维的一个不足 那 这个状况下 最快速 直接 就要想到 先肠道的一个问题 肠道的问题 会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呢 我们肠道里面 有所谓的好菌快菌 跟所谓素肌菌 各种菌 那我们所期待的好菌 它也是所谓需要 所谓的食物来源啊 好 那像我们所谓的益生质 这就是需要膳食纤维嘛 好 所以纤维的不够 也可能让唐草菌相改变哦 那再来大家要注意的是说 短期 可能 问题点没那么大 可是长时间下来 其实 我们的纤维啊 也可以去 产生 让我们肚子里面的菌啊 去发酵 产生所谓的 呃 有机酸 那有机酸 其实也会让我们肠道黏膜上皮 去更完整 更平整 不管是修复啊 还是黏膜的完整度 那其实这样下来 也可能 让身体里面 这个肠道啊 更有害物质 或是质害物 有毒物质 呃 接触的频率更高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是说 平时 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 有毒物质啊 或是所谓的有害物质 它是会跟身体里面 一个叫做 Glucuronic Acid 结合在一起 那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有纤维的状况下 可能排排排排排出去 可是当纤维不足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个 呃 我们讲的水碱酶 会产生叫做 葡萄糖全酸 甘物水碱酶 这个水碱酶 就会把刚刚的这个 呃 有毒物质 跟好 跟我们结合的这个 呃 Glucuronic Acid 给它拆散 所以这个时候 有的物质 就会直接怎么样 跟我们肠壁接触哦 那就会增加 所谓的 洗肉的风险 而且大家帮我注意 是说 其实这个 膳食纤维啊 也可以作为 我们这个 呃 黏膜屏障啊 避免被一个什么 呃 黏液素酶 的一个分解 好 当我们的 肠道的这个 黏液素酶啊 跑出来分解的时候 它其实 会让我们肠道更 失去所谓的 保护力 那这时候呢 就又更增加 有害物质 跟肠道接触 所带来的影响哦 第二个大家帮我去想的是 关于 欸我们肾微不够 那分辨减少 蠕动也变慢 所以呢 其实 我们整个 呃 会物 可以讲是会物吧 它其实通过肠道时间 可能整个拉长啊 所以这些脏东西 已经没有 好处的脏东西呢 它可能跟我们的肠道黏膜 接触时间又增加了 那这时候也可能去导致 我们便秘的状况 甚至 肠道内压力的改变 跟气势症的一个风险 其实如果这边 要来探讨 跟息肉的风险增加 也是有关联性的哦 因为呢 它整个接触 面积 接触时间 可能都会大大的增加 那上半部分主要是探讨 关于肠道疾病 好 关于肠道疾病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去讨论到的是 什么 是关于所谓的 代谢性疾病 好 代谢性疾病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首先呢 它会思考的方向 会是在我们热量摄取 可能大于身体所需 好 膳食结果就不够 食物摄取量又多 我们可能在能量平衡上 会是 摄取大于消耗 那这时候最直接就是肥胖的问题嘛 可是呢 其实除了肥胖 大家自己在作打 其实也可以往代谢性疾病去写 好 举例往代谢之后去 往三高的问题 这个都是可以去讨论的哦 好 那接下来身体的血脂 的一个变化也会产生 那也可能影响到 蛋结石 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那一样的概念 我们这样整个画图呈现也可以 或是大家可以帮我 就是用调例式的 肠道疾病 是 第一个部分 代谢性疾病 是 第二个部分 那自己去写成自己 想要调例式的一个答案 好 那在肾食生活的部分 帮我比较注意一下下 相关 食用性 非食用性的一个 比较 还有何谓MDR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关于点的一个重点 好 那也是因为在DRS-D8版 我们这个点啊 有做改变 好 最主要呢 其实呢 是国人缺点的问题 好 那特别是在这个青少年时期 我们发现说 嗯 他的体重增加快速 好 那我们就是 呃 在调查上啊 利用代谢体重比率 好 去评估他的一个EAR 这个时候发现说 其实是三岁以上 好 跟成人 我们把他 呃 所需的这个点 设定制程一样的 好 为150维克 150维克 150维克哦 好 那点呢 除了在这一次这个 13岁以上的一个DRS 建议的一个改变以外呢 我们可以发现说 运期点不足 好 也是常常在选择题会看到的题目 好 关于甲状腺气性大 太神经发展问题 那帮我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点大多跟蛋白质结合 叫做蛋白质结合点 Protein-Balt-Elden 那这边要请大家帮我准备一个关于问答题的一个题目哦 也就是 呃 我们甲状腺素 的合成 好 下一个阶段一个叫点化 一个叫偶喝 一个叫蛋白质水碱 在点化反应的时候呢 我们的甲状腺过氧化物媒 会利用过氧化轻食点 氧化 并且是 若安酸残疾加点 好 来生成所谓的甲状腺素的一个前提 我们要叫MIT 跟DIT两个 那接下来呢 会透过偶喝的一个反应哦 如果有两分子DIT 我们叫T4 四点甲状腺素 有一分子的DIT跟MIT 聚合去生成的三点甲状腺素 好 可是不要忘记 这两个T3T4 其实还在甲状腺素蛋白上哦 所以啊 我们会需要所谓的什么 所谓的这个蛋白质水解作用 然后让它们受到溶媒体 蛋白水 蛋白霉水解 那试出去以后 再进到循环里 如果说真的有残留一些 这个所谓的残余 其实还是可以在循环利用的 好 所以点化 O和蛋白质水解 大家帮我注意一下下 好 那相关题目呢 我们要知道的 有关于所谓的 戴小真名词解释 还有 Goytrogens名词解释 那大家也特别去准备一下 是关于说 这个点的公位措施 好跟DISD800的一个改变 那点的生理功能 当然至少要有三到五个 好三到五个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 关于生命期营养的部分 生命期营养的这个婴儿 重点会比较大大去琢磨一下 好 因为刚好是美国人也辞职 那2020到2025年的一些建议 有刚刚释出 好 那最重要的重点 其实是跟最近也常在讨论的 维生素D 也有关 就是宝宝出生后 他建议说 可能就可以补充维生素D 好 那根据我们DISD800 其实 0到6个月 还是6到12个月 其实都是一样 跟成人一样 都是每天需要所谓的维克 好 维克大概是4把IU左右 那在过去我们可能常会说 为了避免 宝宝在支付食品啊 可能去吃到一些 可能是过敏原的食物啊 或者说我们要慢慢一个一个 来做尝试 好那现阶段来讲 其实没有证据显示 延迟给予食物过敏原 是可以去避免 食物过敏的 好 所以基本上其实建议 其实在吃副食品的时候 就可以尝试 提供过敏原的食物 给小朋友尝试看看 好 那这边有特别说明 一岁以前如果婴儿无法获得母乳 必须给予什么 婴儿铁强化的婴儿配方食品 好 那一岁以前不建议给果汁跟糖分 也有关系嘛 而两岁以下 那包括一岁嘛 避免使用添加糖的食物 和饮料 好 和饮料 那在这边想要请大家 特别也去注意一下下相关题目 关于母乳的这个重点 关于母乳 还有牛乳跟母乳差异的部分 最后呢想提醒大家哦 再回答问题一定要利用条列式的方式来进行 然后呢尽量使用黑笔 其实蓝笔相对写一整面来讲看起来比较刺眼一些啦 然后不要一直涂改问题哦 不要一直涂改内容 尽量思考好架构以后再下笔 也不是要让大家长篇湯的意思拟答 可旁边可以写一些keyword 会比较容易一些些 好祝大家考试顺利 然后金榜提名 咸费